海贼王,北田在出奇兵,山智队阵三灾际。 前几天,结合海贼王漫画最新的剧情,我对《鬼绕》这场战斗的对位写了篇分析文,当把这篇文章发布后,实实在在地感受了下什么叫网络暴力。 而这其中的原因仅仅是我在分析是单独把索隆列了出来对阵Keyn,而山智则是和陆飞慎平一起迎战四皇大妈,了结但高达的恩怨。 因此就有人说我是所吹,这简直就是非黑即白,一部漫画个人有个人的喜好,非要争个你死我活,既然这样的话,那还是看一下伟田给出来的战斗对位吧,总不能做着话的你都不信,那就真伟田不懂海贼王了。 今天海贼王988话的情报被公开,因为时间太早所以公开的情报比较少,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988话标题,九等了,毛皮族在月圆之夜变身月亮狮子,选人三枪手侠客团的成员都在其中。 百兽海贼团的人看到凯多别袭击后,纷纷涌了过来保护凯多。 山智VS3灾之首King,布鲁克出场遭遇到了大妈。 目前知道的情报不多就这些,但其中关于山智与布鲁克的信息,已经在海米圈激烈地讨论起来,尤其是山智对战King,是一点有没有预料到,伟田会这样安排。 本来大家都想的Key要不是给索隆,要不就是给盛平,压根就没想过山智能和死黄海贼团的黄富打。 骑冰山智 伟田这样安排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,因为现在大家之所以会生出上面的那些想法,伟田绝对是始作俑者,这两年的山智是一个惨字表的。 不过我却有点猜到伟田这样安排的目的,再次让山智当骑兵。 阿拉巴斯坦片中山智冒充MR9骗了沙乐鱼,将形式完全扭转,带领草帽一火逃出生天。 空岛片悄悄破坏掉了艾米露飞船的内部结构立下大功。 司法岛片在海军涂抹领到来前,即使关上正义之门,让草帽团顺利逃走。 小花团片则是捡到永恒指针,让草帽团抄记录避免和黑胡子提前起冲突。 可以说前面这几次山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而和之国决战伟田安排山智在进攻轨岛时消失,现在又出现队上King,肯定也是同样的想法,不知道这次山智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,能否为自己证明。 大妈体内第二个灵魂。 因为之前的失忆,不少人都在怀疑大妈被羞于灵魂占据了身体,如今伟田又安排护鲁克遇上大妈,这会不会是像公开这点? 毕竟布鲁克是黄泉果实能力这外号灵魂之王,对灵魂应该有非常强的操控力,而且凯多这方有两名四皇,如果联手简直强无敌,陆飞方根本没法打,需要削弱一下。 好了,以上就是988话的情报和八戒的一些推测,有不同看法的小伙伴欢迎来评论区讨论。 如果你觉得八戒这篇文章不错的话,一定不要忘了点赞收藏和转发哦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。